2014年2月25日,家住江苏省宜征市的柯子城早早的起了床,吃过早饭,她带着母亲出门了,穿过泥泞的乡间小路, 在一座坟前,两人停下了脚步,摆上水果点燃香煮,祭祀开始了,两人祭奠的这位死者叫周鸿,是柯子城的妻子,当天是她的祭日。 柯子城说,2000年2月25日,也就是14年前的一个夜晚,怀孕三个月的周鸿惨死在家中,这起凶案发生后十几年,一直都没有找到凶手。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说到周鸿,邻居们都很惋惜,他们说周鸿长得挺标致,是村里边公认的美女,就是这么一个人,她怎么会惨遭毒手呢? 而且,既然案发之后,当地警方已经介入了,这个案子为什么拖了十几年都没有进展呢? 让我们回到案发当晚的现场。 时间回到2000年2月25日,那一天,曹长秀老人做好早饭后,喊儿媳妇周鸿起床吃饭,可一直没人答应。 感觉有些不对,曹长秀就推门进了儿媳妇的房间,等走近一看,她顿时慌了神。 我去把早饭玩玩玩,不得追你点,他不是操了,冒筋,冒筋,不得追上去。 儿媳周鸿惨死在床上,看到这种状况,曹长秀慌了,急忙报了警。 几分钟之后,一正式的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遗争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那凶手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曹长秀的家,五间瓦房从东向西一字排开。 曹长秀老两口住在最东边的这一间,儿子儿媳则住在东边第二间。 由于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出于安全考虑,每晚睡觉前,曹长秀都会把儿媳妇周鸿一个人反锁在屋里。 第二天早上,他才从外面把锁打开,婆婆曹长秀说,头一天夜里,他曾听到院子里的鹅一直叫个不停。 爱人说没事,曹长秀也就没起来,第二天起床后,他们才发现儿媳妇遇害。 从过现场勘察,警察很快就复原了案发现场。 这是最西侧的那间房的房门,凶手正是从这个门爬进最西侧的那个房间。 这是一个杂物间,自成一体。 凶手为了潜入受害人的房间,在松散的砖墙上,拔开了一个洞,然后从这个洞钻进西侧的第二间房。 这是一家人的厨房,紧接着,凶手又从厨房溜进客厅,再从客厅窜入周虹的房间,将他残忍地杀害,并进行性侵。 现在提取一个物证,有哪些的问题? 主要是一枚灰家层的掌纹,是在左手掌心部位,还有呢,就是发现性侵的这个生活精彩。 这就是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到的那枚疑似嫌疑人的左手掌纹。 这是他们提取到的模糊不清的足迹。 警方推测,嫌疑人的年龄在25到45岁之间,身高1米7左右,那凶手会是谁呢? 围绕被害人的家庭关系,社会矛盾,感情纠葛,那方明入手。 家人说周虹不喜欢照相,他们只记得周虹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照顾一张。 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这也是周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周虹,陕西安康人,因为两家有亲戚,他从陕西嫁到了宜征市的河东村,遇害时周虹刚满18岁。 那周虹平时的为人又怎么样呢? 人很老实,很善良,做事也很勤劳,人长得也不错。 出事前,周虹在当地一家玩具厂打工,工友们说周虹做事很得体,也懂得谦让,没有得罪什么人。 这就意味着周虹不可能死于仇杀。 从周虹身上,警察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而周虹的公婆都是地道的农民,为人老实本分,也不可能得罪过什么人。 那会不会是周虹的丈夫柯自成得罪过什么人呢? 办案警察也有这样的担心。 案发时,柯自成正在扬州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听说媳妇遇害后,他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我也没有什么得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才过来,刚刚才开始在外面打工,那时候搞建筑嘛,才开始做小工。 顶多就上班的时候,那样,你说我说,那个都无所谓的事。 面对询问,柯自成坚称自己没有仇家,虽说如此,围绕他的调查还是展开了。 排除了,把丈夫因为赶紧就个问题,这方面的嫌疑。 同时嘛,对他丈夫的社会关系也做了全面的调查。 结果嘛,就是这一块这个矛盾,基本上都已经排除。 调查到这儿,仇杀、情杀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那周鸿惨死的案件该从什么方向入手侦查呢? 排查时,周鸿家的邻居反映案发当晚,他们家被盗了。 家里面被抽了这个咸肉、香肠和一把菜刀。 而在我们这个杀人案件现场呢,它后门是被一个比较宽的东西撬过。 门框上面有一些油屋,这个东西呢应该是符合菜刀类工具。 这是周鸿家的后门,勘察现场时,技术人员在门上发现了一处疑似用菜刀撬过的痕迹。 根据这个撬痕,再结合邻居家被盗的情况,疑众是警方对这起案件有了重新的认识。 人员许呢,主要我初步定的是盗窃的场面再来的。 警方怀疑,有可能是妾贼在入室盗窃时,发现周鸿一个人熟睡在床上, 然后起了歹心,将他性侵并杀害,或者杀害后实施性侵。 也就是说这是一起由盗窃引发的强奸杀人案。 他是偷闲入的,那么这个人他是品位,他是比较急下的。 有功不做,好有劳,甚至有可能有前后立即被打击冲击的这部分人员,进行全方位的排查。 根据这个判断,宜征市公安局调集了200多名警察, 以案发地河东村为中心,将周边的四个自然村都纳入到了排查的范围。 世界到五个村,一万五千人左右, 这个最把女性化掉,化掉的话,去掉的话, 就是还有二十五顶到四十五岁的,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当时警方的策略就是,要将这五千多人全部找到, 力争每一个人都见面,询问他们案发当晚在哪儿,都干了什么, 有无相关证人等等。 除此之外,对每一个见过面的人,他们都要提取左手掌纹, 以便用来和犯罪嫌疑人的掌纹做比对。 喜欢偷鸡摸狗,更喜欢骚扰单身女性, 她成了警方的怀疑对象。 人去楼空,警察的抓捕迟到一步, 东躲西藏,她已成了惊弓之鸟。 找到人却又一次次排除,抓捕之路异常艰辛。 朱一兄十二年,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撒网式的排查中,警察很快就锁定了一个重点怀疑对象。 这个人叫小田子,三十三岁,虽然已经结了婚, 但据说此人和老婆的关系很僵。 有偷鸡摸狗的行为,更主要的是这个人还喜欢骚扰单身女性, 这两点都符合警方此前对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刻画。 因此警方觉得这个小田子的疑点很大。 这个人们在这个案发前还在家, 但是我们这个案发后,我们去拍照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击派了,周围群众嘛, 就讲他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击派来了。 通过侧面做工作,三天之后, 侦察员掌握了小田子的行踪, 此时他正在南京市玄武区。 这时他们又听说小田子跑到了无锡, 侦察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无锡。 经过多方寻找, 他们找到了小田子在无锡的落脚点, 但可惜的是, 他们晚到了一步,小田子又跑了。 后来呢,这个是有村民反应, 在我们阳州的那个市站附近的那个游市厅, 经常看到他, 这个周围也是在阳州打工的, 这是村民反应的。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这一次侦察员们小心翼翼, 生怕再次惊动了小田子。 经过近两天的查找, 最终他们在一间出租屋内找到了小田子。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一个月了。 小田子坚持称案件与他无关, 周虹不是他杀的, 可如果这起案件不是他做的, 那为什么案发后他要一直东躲西藏呢? 侦察员提取了小田子的左手掌纹, 经过比对, 与现场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的掌纹不相符, 这就说明小田子不是杀人凶手。 就这样,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侦察员梳理出了三十多个重点嫌疑对象。 然而经过找人, 见面, 提取掌纹等一系列程序之后, 他们又将这些人一一排除了, 案件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娶过老婆, 结合现在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后来娶过出的对象的事, 对我们一家人打击还是很大。 你有没有总统去找个公安警官问过这事? 问过呀。 对我们家人都没了, 本身压力就大了, 他来了之后我们跟人家感到惭愧, 真的安慰我们有这个决心, 有这个能力, 就不放尸。 此时, 虽然周洪遇害已经一个月了, 但家人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 柯自成说, 每晚只要他躺在床上一闭眼, 眼前浮现的就是妻子那笑容可惧的样子, 他无法释怀。 更让柯自成无法忍受的是, 遇害时周洪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当时全家人都盼着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可没想到却是一尸两命。 周洪的婆婆受不了这个刺激, 人一下子也苍老了许多。 他有时候一走走一天, 走走他也走回来了, 其实偷懒好像是很大的刺激。 案发后, 柯自成和母亲隔三差五的就往公安局跑, 想问问案件究竟怎么样了。 周洪的冤屈还能不能得到伸张, 但每一次警方都说, 我们正在追查凶手, 不会让他逍遥法外。 虽然死者的家属没有得到警方的任何答复, 但实际上, 侦察员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嫌疑人的追查。 附近的村子都查遍了, 重点人员也一一都见过了, 但真正的嫌疑人没有浮出水面, 他好像一直就隐藏在迷雾之中。 这个时候, 宜政警方决定调整侦破思路, 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外来流动人员身上。 大宜镇是传统的农业镇, 没什么外来务工人员, 但与之相邻的安徽省秦兰镇却是一个电子工业重镇, 这里有数百家电子工业企业聚集了上万名外来务工人员。 在这些人中, 收费品的石荒人引起了宜政警方的注意。 石荒人都是在小农村里面, 发现有没人要的, 或者没人看护的, 也是可以变卖的一些物品, 他就是把他死走。 在这个固承中, 这些人有一部分人他是有盗趣的行为的。 当时有数百人在这一区域石荒, 这些人以安徽省宿州市的人居多。 宜政警方决定对这些石荒人员进行全面调查, 从中筛选出重点人员。 很快就有人举报一个石荒的小伙子疑脸很大。 他脸上有抓伤, 就是回来审视不定, 就是当时住在一起的人问他, 你脸上伤惊怎么回事的, 他是被数字划的。 周边的人说, 这个小伙子姓王二十五六岁, 身高不到一米七, 这些特点与此前警察所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很吻合。 而更让侦察员感兴趣的是, 这个王姓小伙在案发后, 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行李就走了, 据说是回了老家。 得知这一情况后, 侦察员火速赶往林碧县大陆乡, 经过多方调查, 侦察员最终查明这个小伙子的大名叫王海, 有盗窃前科, 外出打工一年多了, 一直没有回来。 他一盗窃情况我们觉得日天更重, 更大了, 我们随机能够开在工的, 能够在他的周围, 经过他通过他的数人, 也掌握他的行动。 一个月之后, 侦察员火之这个王海回家相亲了, 他们立即赶往林碧县, 找到了这个王海。 没想到, 王海对自己受伤的情况却是闭一口不谈, 也说不清案发当晚他到底去了哪里。 就这样耗时四个多月, 宜征警方共走访排查了两万多人, 提取了1.2万份掌闻信息, 但还是没有排查出来犯罪嫌疑人。 此时是2000年的6月, 当时农村手机还没有普及, 很多人外出武功后根本没办法联系, 像这样属于排查对象却联系不上的人, 当时还有400多个。 自从妻子周鸿玉害后, 柯自成是天天盼着警方能破案, 但盼来盼去, 案件还是毫无进展。 对于这种情况, 柯自成虽然心有不甘, 但他也只能默默地承受。 当地的派出所已经换了好几批了, 不管是领导啊, 下面呢都会不停地都在换。 到时候我也知道找他们也没太大的用, 除了等他们的消息找我。 DNA比对让警方有了惊人的发现。 上班案件与韩江发生了一起承建案件, 是同一个所为的。 受害人的描述为案件侦破指明了方向。 案件重新启动, 嫌疑然小五浮出水面。 追凶十二年,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时光荏苒, 转眼就到了2004年的8月, 这时候距离周虹被害已经过去四年半了, 虽然这四年半的时间里, 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本案的调查和侦破, 但是每次调查都收效甚微。 这个时候, 一项新的技术在行政领域的推进, 让本案的侦破出现了转机。 2004年8月, 随着DNA技术的普及, 扬州市公安局也建立起了自己的DNA检测室。 这时, 技术人员就把扬州市还没有侦破的重特大案件中提取到的生物检材拿了过来, 做DNA检测。 顺利成章, 移征这起强奸杀人案中提取到的生物检材也被送到了这里, 几天之后, 好消息传来了。 第二, 既然因为这个事情是故事之中, 我们就发现, 我们2000年2月25号的杀人案件, 与寒江2000年7月份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件, 是同一人所谓。 当时, 寒江还是扬州的一个县, 2000年7月22日, 也就是周洪遇害后的第五个月, 寒江县的一户农家也发生了一起入市强奸案, 由于父母上夜班, 14岁的女孩佳佳一个人睡在家中, 当晚她遭遇了性侵害。 由于她年龄比较小, 这个奥杰当时在身熟税状态, 遭受的这个性侵, 她这个精神的满事应该是靠度比较紧张的, 对这个犯罪行人连不刻画并不是很好。 这是佳佳的询问笔录, 笔录中写道, 这个人当时上身穿的是短袖衣服, 下身是短裤, 在强奸我的时候衣服没有脱。 在这份笔录中, 佳佳还特意提到嫌疑人在性侵他之后, 还在他家里喝了粥, 问,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吃粥的? 答, 他吃粥的时候, 我站在旁边看见他吃的。 嫌疑人还在现场吃了东西, 吃了西饭, 反应这个人生活状况是比较低的, 这种他是在韩阳的案件现场, 他是取代的那个煤工刀, 煤工刀一般来说应该是这个瓦工, 木工用的比较多一点。 案发后, 寒江警方虽然投入了很大精力来侦破此案, 无奈除了提取到的生物检裁之外,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证据来锁定犯罪嫌疑人, 案件也就这么搁置下来了。 直到做DNA检测时, 扬州警方才发现, 这两起案件是一人所为, 案件就这样篡定起来了。 案件重新启动后, 侦察员的排查方向很明确, 重点排查有前颗劣迹的瓦工或木匠, 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作案时, 曾携带有美工刀。 而在这次回访中, 有群众提到, 当时何东村曾住过一个外来的瓦工。 有个夫妻两个, 说男的呢是做瓦工的, 但是没听这话嘛, 心里就咯动一下啊, 就是瓦工们, 跟我们那个案发现场有些情况就比较像。 村民们说, 这个瓦工叫小五, 当时租住在村头的一户姓李的人家中, 案发号就突然不见了。 侦察员觉得这一信息很重要, 他们立即找到了这户理性人家。 房主说, 2000年前后, 确实有一对夫妻租住在他家, 当时是那个妻子来租的房, 他有印象, 只是这对夫妻叫什么名字, 房主想不起来了。 也想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他说他每次房子对外租的时候, 都会问人家一下, 就是说留个什么号码, 或者留个什么东西呢, 都洗在自己家的那个, 贴在墙上的那个旧挂厘上, 就是胡在墙上的那个挂厘。 还好这个挂厘没丢, 在上面找了一会儿, 房主说, 租房的那个女的叫刘霞, 苏北人, 大概有三十五六岁。 然而这个信息太模糊, 没办法确定刘霞到底是哪里人。 思来想去, 侦察员决定调去杨州市外来人口的户籍信息, 终点查找从苏北来的叫刘霞的人, 当时一共梳理出了二十多个刘霞。 归来我们请房东, 就是给我们一个一个看, 看了一个他发现其中一个女的比较像, 所以这个女的比较像, 就是当年租他房子的这个人, 因为他有一点印象。 这个刘霞江苏淮安人, 一九六五年出生, 获知这一情况后, 侦察员迅速赶往淮安,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找到了刘霞的家人, 但家里人说, 几年前离异后, 刘霞一直在外漂泊, 很少回来, 此时他应该在扬州一家服装厂打工, 回过头, 侦察员在扬州找到了刘霞。 刘霞说, 五年前他确实在大宜镇的一家工厂打工, 那时他刚刚离婚, 心情很低落, 就在这时, 他结识了一个叫小五的瓦工, 因为互有好感, 两人就同居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有大半年, 半年之后, 这个小五突然不辞而别。 原本每个月还给他钱, 交房租的, 买火, 买米, 买油的, 没了, 走了, 说什么时间走的, 他也很清楚, 也就是说, 当时说你们那边杀了个人,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没你了, 这话一说, 我们就更加有点兴奋了。 警察觉得这个小五的疑点很大, 此时的小五又在哪里呢? 刘霞说, 小五姓周, 两人同居期间, 小五曾带他回过一趟老家, 他只记得小五的家在星化市的狄舵镇。 镇旁边有个桥, 桥楼边上的, 他家里好像是七五个, 他家里人是跑船的, 他是排行老五。 有了这么明确的信息, 侦察员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只日可待, 按照刘霞提供的信息, 他们赶到了星化市狄舵镇, 等到了地方, 侦察员愣住了, 这里河流密布, 到处是桥, 哪座桥边才是小五的家呢? 最后一排一摸, 还真有这么一个家里面叫周龙的人, 在家排行老五, 把你家也确实在镇上, 镇东头, 那个桥边, 那个桥, 他有那个, 因为星化那边人跑船的多, 在桥边, 家里面还有一艘船。 查明了小五的真实身份后, 侦察员直奔小五的家, 没想到, 在这里他们得到了热情的款待。 一看, 我们来, 人家很高兴, 以为我们把他熬子找到了, 问我说, 哎呀, 谢谢啊, 是不是由我熬子下落了? 我没听, 心里塌了一劫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几年前父母张罗着给周龙娶了一个媳妇, 没想到婚后, 小两口性格不合, 天天吵架, 吵得烦了, 周龙连招呼都没打, 就离家出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六年。 这些年父母一直盼着周龙能早日回来, 没想到盼来盼去, 等来的却是警察。 此后, 遗政警方就重点追查这个叫周龙的人, 通过查询旅店业的住宿信息, 两个月之后, 侦察员发现这个周龙出现在浙江海民, 当时他入住了一家小旅店, 闻讯后, 侦察员立即赶往海民,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几经周折, 他们找到了周龙。 因为他是多来多往, 他对自己的那个行动的这个诡计, 没有人能够能够能够证明。 面对询问, 周龙一口咬定他没有杀人, 更不知道周虹是谁, 而当被问到2000年2月, 为什么突然离开河东村时, 周龙始终语烟不详, 时间久了, 当年的许多事, 侦察员也无法找证人核实, 揭开谜团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做DNA检测。 DNA的检测结果将周龙的作案嫌疑给排除掉了, 辛辛苦苦转了一大圈, 案件再次回到原点, 各中滋味只有办案的警察才能体会到。 就这样, 2004年8月, 启动重新调查后, 宜征警方共走访排查了400多个重点人员, 有时为了找寻一个重点人员, 他们要耗时一两个月。 然而通过DNA检测, 他们又将这些人的疑点都给排除了, 案件还是停滞不前。 躲藏七年, 嫌疑人再次现身, 这一次他又性侵了一个女孩。 两点一线, 杨州警方层层不空。 有物证, 没目击者, 嫌疑人再一次逃脱。 一直是很担心的, 这种事, 他很可能来天再调整, 再次被伤害到这个黄蓝老百姓。 朱一兄十二年,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挤精努力, 这个案件还是没有能够侦破, 不过这个时候, 宜征警方仍然保持着信心, 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 他们相信随着DNA数据库的建立, 这名嫌疑人随时会有可能浮出水面。 果然, 三年之后, 这名犯罪嫌疑人又出来作案了。 2007年8月31日, 杨州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接到了一起报案, 一个叫小兰的女孩称, 自己在头天夜里被人强奸了。 小兰25岁, 杨州市巴黎镇人, 他说, 案发当晚, 由于家里人吵架, 吵得他很烦, 于是他就跑到亲戚家, 当时亲戚都外出了, 家中无人, 他觉得一个人住在那里很清静, 没想到半夜里突然闯进来一个人, 对他实施了刑侵。 案发时小兰拼命反抗, 这是她反抗时受的伤, 这栋二层的小楼就是案发现场, 通过现场勘查, 警察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经过。 根据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 开发区警方最初认为,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应该是入室盗窃, 后来才由盗窃转化为强奸。 中央现场周围, 我们进行排查, 看师傅有可疑人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对我们整个辖区的, 有落实盗窃, 或者是强奸, 犯罪前科的人员, 我们进行排查。 案发后, 排查工作随即展开, 这一次, 技术人员同样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经班, 三天之后,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只是这个检测结果让人感到震惊。 做出了DNA, DNA跟我们2000年的, 一阵历期, 洛世, 沙拉安妍, 现场提取到了DNA, 比例完全一致。 比对结果显示, 这起强奸案跟宜征市2000年2月25日的强奸杀人案, 以及寒江县2000年7月22日所发生的强奸案, 是一人所为。 这就意味着, 这应该不是一起由盗窃所引发的强奸案,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很可能就是性侵害。 我们迅速成立了法案职位, 调集了刑警支队, 潭江分局, 宜征市局, 开发区分局等部门的力量, 合力攻坚, 划定了两点一线的侦查范围。 所谓两点一线, 就是以宜征市河东村和阳州市开发区这两个地方为点, 然后将这两个地方串联起来, 连成一条线, 重点排查这两点一线范围内的三个乡镇, 主要是查找有犯罪前科的重点人员。 这个重点人员, 就是有前科人员, 包括这个有盗窃前科, 这个入室盗窃的啦, 这个性侵的啦, 都没有这个犯过, 都要去注意见及过他。 经过近三个月的攻坚, 专案组在这三个乡镇, 供排查走访了九百多个重点人员, 并一一提取了他们的血迹, 做DNA检测。 然而比对的结果却是让人极度失望, 嫌疑人仍旧没有比对出来。 心情很失落啊, 这个东西, 这个工作的这么长时间, 犯罪分子没有抓后怪, 讲真的, 我一直是很担心, 这个东西, 他很可能哪一天再跳出来, 再给伤害了这个光大老百姓, 七年过去了, 如果周鸿没有遇害, 孩子也有七岁了, 该上小学了。 丈夫柯自成说, 每每看到村里的孩子放学, 他心中都会涌起难言的酸楚, 勾起那个痛苦的回忆, 所以每次遇到孩子放学, 他都躲着走。 只能说感情在心里, 难受, 有话越来越来越说什么, 说出来谁越来越来越理解这个问题。 警方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因为根据之前掌握的这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来看, 他的作案特点是, 犯案一次就迅速的销声匿迹一段时间, 少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 然后再冒头。 果然, 2007年之后, 这名犯罪嫌疑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 那已经是5年之后, 2012年的8月19日。 这一次遭遇性侵害的女孩叫小玉, 27岁, 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 当晚她一个人睡在出租房内, 睡梦中, 她突然被惊醒。 小玉说, 当时她拼命反抗, 脖子都被对方抓伤了, 但中阴势单力薄, 最后被那个男人得偿了, 事后, 那个男人还打开了灯。 那时候我就发现, 她是一个最多确的男的, 身材比较的强壮, 脸上的话有很多疙瘩, 上身杆的赤膊, 有这条白毛。 这个人离开后, 小玉第一时间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 强奸后呢, 这个男的呢, 就先出门离开了, 随即又返回, 返回原来她这个剪刀, 没拿, 同时这个鞋子没穿, 光着脚跑出去的, 然后穿好鞋, 这个戴好剪刀, 她就走了, 把这个毛巾呢, 就拉在现场。 这就是嫌疑人丢弃的毛巾, 质地很差, 说明嫌疑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差。 小玉说, 因为她一直在厂里做工, 所以她看得很清楚, 嫌疑人所使用的那把剪刀, 就是附近制鞋厂或服装厂里常见的剪刀。 犯罪嫌疑人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叫壮, 穿着大裤衩, 而且上身侧偶, 同时脸上有青春痕留下的斑痕, 脸叫黑,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些特征, 在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 这一次, 开发去警方重点排查案发地附近的制衣厂, 制邪厂, 以其寻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就在排查过程中, DNA比对结果出来了, 嫌疑人将是此前一直没有落网的, 那个宜征强金杀人案的凶手, 这已经是她第四次作案了。 这个侧害人反映了, 嫌疑人层次报告的特点, 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哪一个建筑工地打过, 然而对我们辖区, 一些周边部分地区的建筑工地, 也进行了走访调查。 然而经过近两天的排查, 侦察员还是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 他们担心这一次还会像以前一样无功而返, 突破口在哪, 如何才能抓到犯罪嫌疑人呢? 嫌疑人灯开下来, 设计人跟这个嫌疑人有一个命令命的集出来过程, 这是作案组就考虑了, 我们请模拟画像专家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 尿皮生化,模拟画像让嫌疑人的身影不再模糊。 暗图所记, 揪出隐藏十二年的真凶。 不是人非, 心中的伤永难抚平。 就是这个案子如果到现在破不下来, 那肯定是死不瞑目的。 追凶十二年,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暴俊杰是长州市公安局的物证鉴定高级工程师, 擅长模拟画像。 2004年6月14日, 南通发生了绑架杀人案。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暴俊杰绘制了模拟画像。 侦察员手拿画像开始布控, 几小时后根据画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经比对, 画像与嫌疑人的相似度高达90%。 像这样, 通过暴俊杰的模拟画像, 十几年来警方共破坏案件二十一起。 事不宜迟, 案发第三天, 开发区警方将画像专家暴俊杰请到了扬州。 12年过去了, 这是第一次有受害人可以描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外貌。 根据受害人小玉的描述, 暴俊杰开始画了起来, 一边画还一边问小玉像不像, 哪些地方需要调整。 而小玉也积极配合, 试图把印在他脑海中那个凶手的模样, 完全描述出来。 大体轮廓画好之后, 暴俊杰拿给受害人小玉看, 让他提意见, 然后根据小玉的意见进行修改。 改了画, 画了改,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绘制, 嫌疑人的相貌终于绘制出来。 模拟画像绘制好之后, 开发区的警察立即拿着画像在辖区内展开排查。 与此同时, 杨州市公安局也印制了几千份画像, 下发给宜征、 寒江等地, 让他们拿着画像梳理排查重点嫌疑人。 我们之所以, 对十二年前发生的这起案件, 紧盯不放, 奋力攻坚, 切而不少。 目的, 就是要对生命负责, 对法律负责, 对人民负责, 体现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接到模拟画像时已经是晚上了, 宜征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人员, 将以前的卷宗拿出来重新梳理。 在梳理中, 他们发现, 案发后还有一百多个重点人员一直没有见面, 于是侦察员拿着模拟画像, 对照着这些人的户籍照片, 逐一进行比对, 最后发现有八个人跟模拟画像比较像。 到一年, 四二年龙所约的时候, 我们大体犯了, 这个八个孤独处出去对这八个人进行作业见识。 找到人以后嘛, 只要我们期许他的掌纹, 期许他的血迹样的。 当天夜里, 侦察员找到了这八个人当中的五个, 也提取了他们的掌纹和血迹, 通过掌纹比对, 他们将这五个人的嫌疑给排除了。 2012年8月23日上午, 当侦察员去找第六个人时, 这个人一见到警察转身就跑。 明镜子在后面追, 这个追了一个人的寄生笔以后, 把他回跑。 遇到以后他认为, 你们到我干什么, 我们就跟他跑干什么吧。 这个被抓到的人叫陈朱华, 1968年出生, 江苏省宜征市四届村人, 侦察员立即提取了陈朱华的掌纹和血迹, 因为DNA信息比对, 最快也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因此技术人员首先比对了陈朱华的掌纹。 按发现场提取到的掌纹与陈朱华的掌纹, 有八个点相吻合, 这让遗争警方吃了定心丸。 十个小时之后, DNA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陈朱华的DNA信息与此前警方在四个现场提取到的DNA信息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 这四起案件都是陈朱华所为。 按照就是他, 这时间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么多年的事情, 结果已经知道了, 就揭晓了, 然后下面撑下来的工作, 就是我们审查了一个工作。 证据面前, 陈朱华很快就承认了这四起案件都是他干的, 那陈朱华当年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周虹呢? 陈朱华说, 2000年2月25日, 他和两个工友从扬州回到大鱼镇, 三人在镇上吃过晚饭, 就各自回家了。 当走到被害人周虹的门前时, 陈朱华动了心思, 因为他见过周虹, 知道周虹长得挺漂亮。 陈朱华说, 当时屋里亮着一盏小灯, 借着微弱的光线, 他看到床上只有周虹一个人, 于是他就想进去, 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转来转去, 他从最西侧的那个房门钻了进去, 这使他发现墙上有个小洞。 接着陈朱华就从扒开的洞里钻了进去, 穿过厨房和客厅, 进入到了被害人周虹的房间, 当他掀被子时惊醒了周虹。 他醒来是用什么反应的? 你感觉是用什么反应的? 你感觉是用什么反应的事? 怎么经常, 怎么过得去? 跟你说这话, 人家是躺在说的还是坐在说的? 他躺在说的, 我刚才把身上你污了就睡了。 陈朱华说, 他一直舞蹈周虹没有了反抗才把手松开, 然后强奸了周虹。 事后, 他用被子盖在周虹的身上, 然后顺着原路跑了出来。 因为害怕出事, 陈朱华家都没赶回, 连夜跑回扬州。 这时候他就没有赶回家, 他自己又回扬州去了。 所以说在后期, 我们排查的过程中, 周围邻居想, 他肯定不在家。 他在路边了, 对。 12年过去了, 原本对破案不报任何期望的柯自成, 听说凶手被抓了, 无比兴奋。 他特意跑到妻子的坟前, 将这一消息讲给冤死的妻子听。 就是我内心的感觉, 那种的感觉, 没人能体会得到了。 就是这个案子如果到现在迫不下来, 那肯定是死不瞑目的。 2013年12月, 隐涉嫌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 陈朱华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目前案件还在二审当中。 陈朱华的命运还要等待法院的终审判决。 不过回过头来看这起案件, 警方追凶12年, 他们也恰恰走过了刑事侦查手段, 从单纯的靠人力到逐渐的科技化的过程。 这种进步让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 可以重复那句经典名言, 那就是正义有的时候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